兰州大学苏丹留学生言清在2023年9月举办的汉字园国际故事大会决赛中荣获一等奖 近日,言清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谈及自己与中国的缘分 言清说,正是自己小时候与两位中国叔叔们的交流 让他对中国充满了向往,埋下了他的中国情缘 我小的时候就是认识了两个中国叔叔 那时候他们来我们的国家建设一个学校 然后我和弟弟经常会去找他们聊天玩 他们对我们特别好 中国叔叔会就是经常握着我的手帮我就是学习写汉字 从小不仅是我,还有就是很多苏丹人都特别喜欢中国人 就是有很多中国人就帮助我们建设学校呀医院 我爸爸他是做工程师的 他接触的中国人特别多,在工作的时候 他觉得中国人就是工作的时候特别认真 然后特别遵守时间 所以就是他也让我们就是从小就培养了这些特点 我觉得中国对我来说是一个就是特别的存在 就是我特别就是想去了解这个遥远的国度 上大学后,在苏丹念心理学专业的言清 依旧无法放下对学习汉语的执念 放学回家后自学汉语 恰好就读的学校对面就是孔子学院 每当有汉语考试时,言清便会报名参赛 2019年,在自身努力和家人的支持下,言清来到中国 在兰州大学学习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后面我就选择开始学习汉语 因为我知道语言就是探索中华文化的就是 生活魅力之乔 学好汉语之后才能就是真正走进 五千年未曾间断的中华文明 就是读懂和睦观念为何深知中国人们的心底 也就是掌握和了解中国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钥匙 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有那个声调的困难 因为我们阿拉伯语是没有声调的 我的老师他用了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来 就是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让我就是学习绕口令 老师第一个教我的绕口令是 四十四 十是十 十四是十四 四十是四十 言清表示 在中国求学的四年时间里 见识到了中国城市的繁华 便捷的交通和便利的网购等等 他希望未来能将自己在中国的所学所感 讲给家乡的人听 所以我就是还打算读硕士博士 然后当一名汉语老师 因为我们苏丹人就是真的特别喜欢中国和中国文化 然后我就想就是把这就是中国文化 就是交给这些热爱中国文化的苏丹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